美国总统拜登当地周六晚间在华盛顿西尔顿饭店内举办年度白宫记者晚宴 他一上台致辞就开始一连串狂轰前总统川普 拜登不只将川普近期在风口沸开庭上打瞌睡的仪式打做文章 还用成人片演员暴风女的名字Stormy Daniels来形容川普的现况 引来台下哄堂大笑 除外年纪问题拜登也懂开玩笑 拜登也不忘自我调侃年纪大到可以回溯到英国刚来美国殖民的17、18世纪 除此之外台下的喜剧演员还用来宾好莱坞大咖演员史加利·乔汉森来安批川普近期才开始拉拢飞翼黑人的选票 拜登的场子有够呛 尤其根据CNN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民调稍稍追上来 川败两人势均力敌 为了要分出上下 拜登已经向川普祭出战帖 准备好跟他辩论 只是川普官司缠身 拜登却因为以巴议题也乌烟瘴气 这场白宫记者晚宴场外也有大批挺巴人潮 抗议拜登政府持续力挺以色列更强与会媒体 统统都是共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